可能你现在在听的是 Raymond Wong 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订阅,也记得分享 多谢大家的支持 Dick Chan 说 身为香港人,2019年的事已经觉得很羞耻 想不到几年后这班官可以搞得更坏 香港真的没得救 JW 说炳哥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份对外的代表性 这个是没办法的 现在说真的,有没有人是有效监察整件事 我的看法就是没有 所以大家都要... 我说了就算了 我之后都会提醒大家 说完之后大家接受 学会接受,有时候也没办法 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 香港始终都是一国两制 不是... 中央看到有什么问题 都要伸手下来搞的 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觉得... 因为现在中央没有出手 他们做的事,所有都是对的 这件事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千万不能这样看 你这样看的话 就完全不了解一国两制这件事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一国两制下面有一句叫高度自治 香港的官员是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的 当然有些原则性的事情 他们一定要处理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 如何处理 中央从来都是有操作的空间 这些是... 那... 风继续吹他就说 忘记了前两天还是昨天 又是那件... 陈国基 这件也是极品来的 他大意是... 别人说错了 政府要马上反驳 我即时想起 别人说了这么多次要脱钩 我就真的害怕 别说反驳 连反应也没有 其实... 有些事情... 应该要回应的 就没有回应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应该要反驳的事情 没有反驳 应该要回应的 就没有回应 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就去反驳 就去回应 那... 其实... 都是削弱 大家对香港的信心 就是说真的 你说会不会削弱 一些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我告诉你一定会 尤其是大陆人 为什么大陆人会... 大陆人... 看到香港的官做什么 你说大陆的人都不理香港的官做什么 我就告诉你不是 在大陆如果... 有能力或者有资格 拿钱来香港投资的人 他们会看香港的官 究竟是做什么 说什么 那... 现在他们这样说完之后 你说是不是会吓死大陆人 我就告诉你 一直都是 这是事实来的 从来都是 这个... 不能说... 我是作故事骗人的 有些人说 你作故事骗人的 你就自己去问一下 那些有能力 又有资格 在香港投资的人 你问一下他们 有没有留意香港的官说什么 他一定是有的 这个现实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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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河马 其实河马身上 有很多香港的社会问题 在上面的 第一 那些公屋的分配 那些公屋的分配 整个制度 给人的感觉不公道 香港用这么多纳税人的钱 去建公共房屋 结果都是内地人住的 这些呢 很久之前已经有人说了 现在呢 只是借伤成毒 大家看到河马这种 那么奇葩的东西之后 大家就... 哦... 一起说一下他 一起看看他 看看他什么时候扑街 那... 其实是不是很快就扑街 那我就说 河马有一段时间都不会扑街 你们一起养他就有份 现实就是这样 为什么现实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 现实是残酷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你觉得我在这里开玩笑 我说不出 我笑不出 其实很多东西 现实就是... 喂... 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 现在还笑得出的人 很多人对社会 已经是没有感觉的了 甚至呢 是想社会多死几千冲 才会笑现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一个外香港的人 是没有可能笑得出的 其实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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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会有同样的心态 和感受 那... 那... 周蕭就说 好像七十二家房客那样 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 就是有些人 那不是自己的 那不是自己的 就是... 做一天和尚 一天和尚 敲一天宗 你这个方丈 要我怎么敲钟 你那个方丈 我就怎么敲 虽然有时候 有时候方丈讲的话 都未必是对的了 不过他叫我怎么做 我就照做 因为我要吃饭 我要为生活 其实香港现在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 结果 如果在社會上看到問題的人,都不出聲 他們不出聲,到最後就走到一個極壞的方向 當你走到極壞的方向,會怎樣?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 香港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極壞的方向 其實就是大家一起撲街不加慘了 其實就是這樣 Dick Chan 就說,跟同事說香港公屋制度,真的掉了出來 我就告訴大家,有時候也沒辦法 真的,你沒辦法 為什麼現在的人去看河馬? 我舉個例子,這就是公佈社會實驗的結果 社會實驗是在這個台上做的 我當然不會在其他頻道上做 在其他頻道上做 當然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這個頻道,本身已經很少看見了 尤其是那些旅遊有關的風景片 一般的情況 只有幾百看見 但是很奇怪 這個就真的 很搞笑 為什麼說很搞笑呢 這條題目是特意拼了 這個東張可白的 這條題目是20240718A 就說這個背影是不是有點熟悉 這個背影是不是有點熟悉 難道是河馬和河馬仔 我拼了東張可白 東張西望可白和河馬的 但其實這條影片 其實是在山東青島露山拍攝的 剛好有個大姐戴著帽子 又穿好像河太的裙子 但是 這條影片 其實只有這些訊息 就發生了什麼事 我告訴大家 它變了有15700多視頻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比平常多了 15100多視頻 為什麼呢 因為平常只有幾百視頻 結果 加了它們之後 就多了幾十倍 吸引到那些人壓進去 其實 那些人壓進去的百分比 我告訴大家 我看到是嚇死的 我自己也是嚇死的 因為我猜不到 那些人是會這樣壓進去看的 其實 那張截圖放出來之後 給你看之後 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會壓進去看的 這個展示點擊率 是百分之二十點四的 其實現在 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看看很多網台 他們都會做 何太和何伯有關的事情 其實我跟大家說了 沒有辦法的 不做這些 根本是生存不了的 因為其實已經影響到 其他視頻的 派片了 其實是 就是說其他題目 其實根本 都不會 發給你看 其實事實 它根本不會給你看 基本上是 說實情 它完全不會給你看 其實 基本上是 為什麼不會給你看 其實我其實 也不想很多人聽這個節目 所以我沒有 踢到 東張 河伯 之後那些節錄 可能我會踢回 但是 你看到一件事情 其實是不正常的 因為其他的視頻 我告訴大家 通常 那些人 給他看了 他按進來的 轉化 大概是7% 左右 這些數字 在不同的頻道 我都看過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頻道 那麼 特地拿了這個小台 去做社會實驗 特地用這個小台 但是當然不是每次都可以 不是每次都會有人按進來看的 其實 但是你說 是不是人們會多了 有興趣 按進來看 我就告訴你 是 其實你這樣 就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 你側面就可以看到 社會 有議題大家是關心的 但是 不敢直接去關心一些議題 不敢直接去提議 現在香港的社會是這樣的 他要借一個人版 其實何伯和何太 其實就是一個人版來的 借了一個人版去做什麼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去發洩一下自己不滿的情緒 我認為是 其實那些人去看何太和何伯 其實有一部分 是想發洩自己心裡 不舒服的事情 究竟他為什麼不舒服 是不是因為 何伯和何太做了一些 很反社會的事情 搞到他們很不舒服 其實事實又不是這樣 為什麼說事實又不是這樣呢 你仔細想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現在的環境 有些事情真的不妥 但是那些人提出 說環境有不妥的時候 就會有人出來說 現在的地方都是這麼差的 到處都是這麼不行的 我們這裡也很好啊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香港 其實我的看法 是比其他地方差的 當然你可以說我不是去過 這個世界很多地方 但是我去過 疫情之後 我都去過不同的國家和城市 我的結論就是 香港真的特別差 對不起 對不起也要這麼說 我想其實其他香港人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香港人 不是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看看這個世界的 你去內地 內地沒錯 有些人都在那裡叫慘 譬如你去中山 他們也有些人在那裡叫慘 中山的人 中山市面會不會比香港差 是不會的 我只是說實情而已 好了 我去到青島 那裡的人都叫慘 那裡的人 真的 因為樓價跌了一半有多 有些地方 不是全部的 有些區跌了一半有多 尤其是有些新開發區 有些樓價跌了七成 看起來當然慘 當然慘 但是 市面的環境 都沒有香港那麼冷清的 我只是說實情而已 市面上一樣有人吃燒烤 有人吃小海鮮 一樣 那些人就坐在街上吃飯 其實在青島吃飯也不便宜 坐在那裡吃 隨便便吃的東西也有百多元 那些人不是一樣去吃 你看看現在香港 那些人跟我說 香港不是特別差 或者說這個世界都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差 我可以很認真地說 表面上看起來全世界都差 但是 實際上香港的情況 是比其他地方都要惡劣的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什麼地方 我告訴大家 就是其他地方不好的時候 香港都會很好 過去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回歸以來 其他地方一段長的時間都不好 香港都是特別好的 我講過現實就是這樣 Jeff Yeung 說 很多人經歷過 或者面對著 河馬這種不公平現象 新同感受 所以特別容易激動 是的 現在 尤其是 鄰公屋那些 或者 老爸家的公屋 被一個大陸女人霸了 被人趕了出街 其實在香港一向都有這些 現在只是 河馬覺得 這樣做是對的 做這麼無恥的事情是對的 那些人才群起去看 看看他什麼時候倒閉 但是現在 我告訴大家 香港人有盲點 看不到整個過程是怎樣 是的 你是想看著他 想他倒閉 但是你越看他就越不會倒閉 他就是這樣 我也講過現實而已 其實網友很多留言都很有理據 但是我沒有辦法一一讀完 其實我今天也很累 所以 你看我這樣坐在那裡 可能 跟平時的Energy 都不同的level 是的 如果是可以做到跟平時的Energy 是同一個level的話 我就在魔害編輯部開咪 但是我做不到 我知道 就算說何太何白那些 其實 也做不到平常的那個level的Energy 因為人是很累的 因為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何里旭就說 外地起碼表面好 但是現在連表面都看不到 就是香港的情況 那就暴入死城 你說 我現在身處這個城市 我現在身處這個澳洲城市 很明顯很多事情是比疫情之前差的 但是 那些人呢 是繼續消費的 剛才呢 我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開車回來 都是塞車的 不相信 我遲些給大家看一些視頻 今天是星期六 你說星期六在香港會不會塞車塞人呢? 我的經驗 就是我 今年的六月 我有一段時間在香港 上年九月我有一段時間在香港 那我的經驗就是 那 星期六 香港也是正英英的 星期六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也不會塞人 不過這是我的經驗而已 那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 我有講其他話題 不過 臨走之前 要讀一讀PP的留言 他就說 中中直直去申請熬了八年 隻河X 要怎樣就怎樣 什麼都不用做 是啊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但是有什麼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是不是 那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我的音樂 鏡子 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